第三集 汪淼推开丁怡那套崭新的三居室的房门 闻到了一股酒味 丁怡躺在沙发上 电视开着 他的双眼却望着天花板 汪淼四下打量了一下 看到房间还没怎么装修 也没有什么家具和陈设 宽大的客厅显得很空 最显眼的是客厅一角 摆放的一张台球桌 对于汪淼的不请自来 丁怡倒没有表示反感 他显然也想找人说说话 这房子是三个月前买的 我买房子干什么呀 难道他真的会走进家庭吗 你们 他就像一颗星星 总是那么遥远 照到我身上的光 也总是冷的 丁怡走到窗前 看着夜空 像是在寻找那颗已逝去的星辰 汪淼也沉默下来 很奇怪 他现在就是想听一听阳东的声音 一年前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刻 阳东跟他对视的那个瞬间没有说话 汪淼从来没有听到过 阳东的声音 丁怡挥了挥手 像是要赶走什么 把自己从这挨挽的思绪中解脱出来 汪教授 你是对的 别跟军方和警方纠缠到一块 那就是一群自以为是的白痴 那些物理学家的自杀 与科学边界没有关系 我对他们解释过 可解释不清 他们好像也做过一些调查 是 而且这种调查还是全球范围的 那他们也应该知道 其中的两个人 与科学边界没有任何来往 包括 阳东 丁怡 你知道 我现在也卷进这件事里了 所以 关于使阳东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 我很想知道 我想你一定知道一些 如果知道了 你只会卷得更深 现在呢 你只是人和事卷进来了 可知道以后 连精神也会卷进来 那麻烦可就大了 我是搞应用研究的 没有你们理论派那么敏感 那好吧 打过台球吗 上学时 随便玩过几下 我和他很喜欢打 因为这让我们想到了 加速其中的粒子碰撞 丁怡说着拿起了黑白两个球 把黑球放到洞旁 将白球放到距离黑球 只有十厘米左右的位置 然后问汪淼 能把黑球打进去吗 这么近 谁都能 来 试试看 汪淼拿起球杆 轻机白球 把黑球打入洞内 很好 来 我们把球桌换个位置 丁怡招呼一脸迷惑的汪淼 两个人抬起了沉重的球桌 把他搬到客厅靠窗的一角 放稳之后 丁怡从球袋内掏出了刚才打进去的黑球 把他又放到了洞边 又拿起了那个白球 再次放到了距离黑球十厘米左右的地方 好 这次还能打进去吗 当然 打吧 汪淼再次轻而易举地把黑球打入到洞内 搬 丁怡挥手失忆 两个人再次抬起球桌 搬到客厅的第三个角 丁怡又将黑白两个球摆放到同样的位置 打吧 我说我们 打吧 汪淼无奈地笑了笑 第三次将黑球击入洞内 他们又搬了两次抬球桌 一次搬到了客厅靠门的一角 最后一次搬回到了原位 丁怡又两次将黑白球摆到洞前的位置 汪淼又两次将黑球击入洞内 此时两个人都有些出汗了 好了 实验结束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结果吧 我们总共进行了五次实验 其中四次 在不同的空间位置和不同的时间 两次在同一空间位置 但时间不同 您不对结果震惊吗 啊 五次啊 撞击试验的结果居然都一样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你现在 对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做出解释 快 用物理学语言 这 在五次试验中 两个球的质量是没有变化的 所处位置 当然是以球桌面为参照系来说 也没有变化 白球撞击黑球的速度向量 也基本没有变化 因而两球之间的动量交换 也没有变化 所以五次试验中 黑球当然都被击入洞中 丁怡拿起了搁在地板上的一瓶白蓝地 把两个脏兮兮的杯子分别倒满 递给了汪淼一杯 汪淼摆了摆手 谢绝了 应该庆祝一下 我们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律 物理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均匀的 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物理学理论 从阿基米德原理到弦论 以至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科学发现和思想成果 都是这个伟大定律的副产品 与我们相比 什么爱因斯坦啊 霍金啊 才是真正搞应用的俗人 我还是不明白你想表达什么 好 想象另一种结果 第一次 白球将黑球撞入洞内 第二次 黑球走偏了 第三次 黑球飞上了天花板 第四次 黑球像一只受惊的麻雀在房间里乱飞 最后钻进了您的衣袋 第五次 黑球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出 把台球桌檐撞出一个缺口 击穿了墙壁 然后飞出地球 飞出太阳系 就像阿希莫夫描写的那样 这个时候您怎么想呢 这事儿真的发生了 是吗 丁怡将手中的两杯酒都仰头灌了下去 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台球桌 仿佛那是一个魔鬼 是的 发生了 近年来 基础理论研究的实验验证条件渐渐成熟 有三个昂贵的台球桌被造了出来 一个在北美 一个在欧洲 还有一个你当然知道 在中国的梁乡 你们纳米中心从那里赚了不少钱 这些高能加速器将实验中粒子对撞的能量 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这是人类以前从未达到过的 在新的对撞能级下 同样的粒子 同样的撞击能量 一切实验条件都相同 结果却不一样 不但在不同的加速器上不一样 在同一加速器 不同时间的实验中也不一样 物理学家们慌了 把这种相同条件的超高能撞击实验一次次的重复 但每次结果都不同 也没有任何规律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搞纳米 也接触物质微观结构 但比起你们来 要浅好几个层次 请指教一下 这意味着 物理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 不均匀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往下您应该能推论出来了吧 那个将军可都想出来了 他还真是个聪明人 汪淼看着窗外沉思着 外面城市的灯海一片灿烂 夜空中的星星被淹没得看不见了 他从窗外收回目光说道 这就意味着 宇宙普世的物理规律不存在 那物理学也不存在了 我知道 自己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 但别无选择 这是他遗书的后半部分 您无语中刚说出了前半部分 现在多少能够理解他吧 汪淼从台球桌上 拿起刚才他打过五次的那个白球 抚摸了一会儿 轻轻地放下 这对一个前沿理论的探索者 的确是个灾难 在理论物理这个领域 要想有所建树 需要一种宗教般的执着 这很容易把人引向深渊 告辞的时候 丁仪给了汪淼一个地址 你如果有空 拜托去看看杨冬的母亲吧 杨冬一直和她住在一起 女儿是她生活的全部 现在就一个人了 也挺可怜的 丁仪 你知道的显然比我多 就不能再透露一点吗 你真的相信 物理规律在时空上不均匀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丁仪与汪淼对视了好长时间 最后说道 这是个问题 汪淼知道 丁仪不过是接下了那位英军上校的话 生存还是死亡 这是个问题 征服世界的中国科幻剧著 有声剧三起 作者刘慈欣 由云青生工厂制作 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